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佛法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三零 无德诗心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诸佛岔土尽同虚空 世人妙性本空 无有一法可得 诸佛之心 即你的心 佛之岔土 即你的心底 他尽同虚空 世人奇妙的佛 本来就像虚空 它有作用 可以容纳一切 但是你不要想在虚空中 找一个东西 否则你反而会迷失 佛性不能用单位来形容 比如一个佛性 同理 你也不能说 我抬头看到一个虚空 有人问 你的佛性和我的佛性一样吗 你看的虚空和我看的虚空是一样 那么 那个虚空是你的还是我的呢 你不要用这些概念来障碍你 所谓见性 就是当你的心彻底向虚空 虚空本身就能看到虚空 你的心向虚空 你看到的当然就是自己的状态 你的心不向虚空 你也看到你不像虚空的状态 你不要去猜佛性是什么样子 它是你看到你的样子 你看不到佛性 你见到的是你现在的状态 你死人个性的样子 这也是一种见到 我很自私 你见到自私的你 我很痛苦 你见到痛苦的你 你见到你自私自利 孤明钓鱼 或是你钓耳浪当 很狡猾 很奸诈 很落魄 很没有用 或是你的内心充满了欲求 这都是见到 同理 如果你慈悲 你就能见到你慈悲的样子 你没有障碍了 你也见到你没有障碍 六祖 见到的则是 他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的样子 虚空 对任何东西 都欢迎光临 因为虚空 不执着自己 所以 虚空中的东西 伤害不了他 我们执着自己 别人给我们吐一口水 我们就晕倒了 你不要觉得蚊子没有用 它虽是一种假设相似 虽是手指头 但你悟久了 你就会觉得真的如此 你不甘愿 无有一法可得 你死不承认 这一辈子 想要创造 任何一点点 都叫 有一法可得 你想创造什么呢 不想创造什么 不是不用做 一个不计较的人 才会认真做事情 才不会累 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愿意做什么 你如果计较 做事超过八个小时 就累得要命 因为你的脑袋 跟自己讲 工作要八小时 一超过 你的机制 就会告诉你 这就是违心所造 你学佛法 不是要得到什么 有什么 你活着 不是要怎么样 你要认真做 不执着 认真做 利益别人的事 最重要的是 开导别人智慧 这个责任和工作 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是属于每个人 这就是生命 人生和生活 而且生生世世 皆当如此 很多人都掉入一个陷阱 心中有法可得 你听课 不要想得到什么 而是要 打破你的观念 你的执着 法 是用来治你 这个迷人的 你的病好了 你不要跟医生说 这个药 我还是要吃下去 这样 不会浪费 这是新的问题 你要做出来 要心口相应 调试到最好时 就像虚空 不执着 而充满了智慧 我是外在的善知识 你要配合你内在的大善知识 我讲的对你有利 我就是善知识 我讲的对你没有利益 我就是恶知识 我是恶知识 还是善知识 就靠你们好好表现了 文厚思维 你能够打破 你的得失心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